首先我們要先肯定李嘉芬 一定是一個似大體的女性 對不對 因為似大體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距離選舉只剩下三天的時候 他一定要幫韓國瑜 把很多事情跟子彈先擋下來 但是至少我們知道一件事 表示李嘉芬肯定了王小姐的存在 然後李嘉芬要王小姐燒安物躁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是因為我們之前從週刊也看到 這個王小姐在去年五月 被爆料出來之後 他認為他家人的跟他的生活都被干擾 要驗DNA 要上法院 要做證 然後名字還要攤在法院的文書裡面 讓大家檢視 所以他認為韓國瑜應該要出來 幫他把一些事情講清楚 但是沒有 所以對這個王小姐來講 他這件事情等不到你來講 我乾脆自己講 所以他講出來的東西 看起來一講下去 過量了 已經過量到讓大家覺得想像空間很多 什麼想像空間很多 你講敘述說到他家去 到王小姐家打麻將過夜也就算了 你那個虛的動作 你想想看 從十二月中開始到現在 我們已經在節目上虛了多少次 而且從那次虛完之後 再到兩個禮拜前 一週刊再出刊 出刊的時候還講什麼 還講說這個虛 韓國瑜除了在打麻將的時候用之外 在外面喝酒唱歌也虛 換言之每一個虛這個動作 我這樣問 這個虛是不是代表在騙李嘉芬 是啊 代表當下是不叫李嘉芬知道 那請問李嘉芬在評價這些事情的時候 算不算韓國瑜對不對 的其他 所以韓國瑜如果這些事情 讓李嘉芬認為對不起他的話 這個他跟他算帳 一定氣到跟他算帳 當然是李嘉芬在家裡處理 但是在四大體的角度上 總統選舉只剩幾天 只剩三天的時間而已 只剩三天時間要總統大選 這個時間不替他四處奔走 你覺得李嘉芬可以這樣放到一邊去 然後自己就乾脆就從此 身影都不要再出來 那選舉會更難看 為什麼呢 因為當他如果都選擇在家裡 身影不出來或到其他地方去 比如說繼續留在澳洲散心 我問你韓國瑜現在李嘉芬 不跟他合體的時候 這一些韓國瑜跟韓辦 自己都解釋不清楚的 王小姐事件 六百萬事件 然後出遊事件 甚至現在我們講的 有沒有辦那一個 申請永久去遊權事件 韓國瑜自己有辦法應付嗎 外界認為韓國瑜有問題的成分高 還是認為他沒問題的成分高 當然是認為他有問題的成分比較高 這樣一選下去 韓國瑜到時候到禮拜六的選情 你幾乎都可以斷定說 那個情況可能比雪風還嚴重 那所以李嘉芬在這個時間 怎麼樣四大體都要回來戰 所以你還看到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因為國民黨過去總統候選人 民進黨也一樣 就是你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陪這些小基地委候選人們幹嘛 掃接敗票跑行程 結果你看這個禮拜 李嘉芬你認為比較積極還是韓國瑜比較積極 李嘉芬怎麼看公開行程 都是李嘉芬比較積極 請問我們歷次總統大選裡面 你看到哪一次是總統候選人的夫人行程 公開行程站台助講比總統候選人本人更積極的 而且掃接很累 對然後韓國瑜也太不怜香惜玉了吧 讓老婆這樣子操勞就他自己呢 而且還南北奔波 所以我們會說你看李嘉芬在這裡面 真的是四大體嘛 所以我剛剛跟博弈講的沒有錯啊 他真的在整個聲量或是在立委候選人心裡面 他的搞不好角色比韓國瑜還高還重要啊 他現在要幫他把最後一理去完成